謝謝 Jason 導致早段升1000點,金融股升幅顯著 表現最好是美國運通,看看公司股價 最新升超過一成,做81.25美元 Visa升7%,做162.34美元 摩根大通行政總裁戴蒙說 在極端的情況下,可能會暫停派息 看看公司股價 最新升4.8%,做88.15美元 其他金融股方面,高盛和摩根士丹尼 同樣升超過4% 工業股方面都有追捧 Caterpillar最新升4.3%,做119.6美元 波音升8%,做134.6美元 3M做138.73美元,升幅有3.6% 股神巴菲特半個月前曾經說過不會減持航空股 不過他旗下巴棍,上星期三和四 就減持達美和西南航空,套現接近3億9千萬美元 另外,達美航空表示,第二季收入會大跌九成 而且說到不知何時會見底 另外,聯合航空和美國航空就繼續削減航班 看看航空股表現 達美航空最新跌2%,做22.1美元 聯合航空同樣都未跌,做22.87美元 美國航空跌1%,做9.3美元 聯合航空跌0.8%,做30.29美元 蘋果公司表示,每個星期會提供100萬個面罩給醫護人員 看看蘋果公司股價 最新做252.5美元,升幅有4.5% 富稅調高Tesla評級到馬入 而通用汽車表示,尋求現場60億美元債務到期日 而不會將150億美元債務再融資 看看兩間公司股價 Tesla最新升6.6%,做512.23美元 通用汽車做18.6美元,升幅有3.1% 據報美國多間學校因為安全問題停用Zoom 稅信將Zoom的評級降到跑輸,看看公司股價 最新跌超過6.9%,做119.36美元 轉看匯市,歐元對美元,最新做1.079 美元對日元,最新做109.13 看商品,油價下跌 紐約旗油,最新做26.62美元,跌幅超過6% 金價方面,做1,649.3美元 請回到陳述 再見 帝 � Penn